2月9日早晨,甘肃食药和公安部门联合捣回一个非法制售猪肉制品的黑窝点,对此前查获的34.5吨非法猪肉制品进行无公害处理。据悉,该黑窝点内的15家黑作坊长期制售猪肉制品,销往甘肃、青海、宁夏等省区。 该黑窝点位于兰州市城关区燕滩一家屠宰场附近,藏身于闹市之中的一处院落,四排平房中的三排是制售猪肉制品的黑作坊。 石药和公安部门表示,销毁34.5吨非法猪肉制品后,还将依法对黑作坊的生产经营者追责。 此次捣毁行动前的2月4日,甘肃省食品药品稽查局和兰州市公安局治安支队已对该黑窝点采取突击行动, 封存了生产现场。据介绍,该黑窝点有15家非法生产经营者都没有生产许可证、营业执照等合法证件, 而且生产条件恶劣,是典型的食品生产黑窝点。